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這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石斑橋 我是五熊 大家好 你來這麼久了 有沒有發現 你個人覺得什麼病 得什麼病最可怕 絕對是 因為通常知道自己有癌症 你都會說 醫生 我還可以活多久 大家都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 但是現在醫學發達 癌症有時候是早期發現 治癒力還相當高 什麼 但是我覺得 馬上立即死亡的最可怕 有很多人睡夢中就離開了 對 前兩天一個新聞 美國那個天使 對一個投手27歲 現役27歲 指他從加州到德州去 住在飯店裡面 因為他疑似要跟游疾病打 結果睡一晚上 當天死在飯店裡面 就死掉了 那一定是心臟的問題 不然你什麼事 你癌症還可以脫 對不對 對 你中風還會剉絕 你問立即死亡一定是心臟 還是什麼心肌梗塞 對 猝死那種 什麼動脈玻璃 對 好可怕 這些毛病都很可怕的 這些疾病千萬不能忽略 不光只是癌症 來 這些疾病死亡率 比你想像中還高 哪些人來看 病患沒想到 這些疾病死亡率超級高 無法凝血 其實也是我們外科 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像比如說 你有肝臟腎臟肌能的這個問題 或者是你有很厲害的 感染敗血症 你會讓這個 你的血液出血的時候 就不會凝固 那還有一些 包括一些藥物 我們吃的一些抗凝血劑 甚至一些 神經學的一些藥物 或消炎止痛藥 它也會造成你凝血的問題 那最後一個還有一些食物 像我們常常會吃一些魚油什麼的 那些過量也會造成這個問題 一個80歲的阿婆 她在家裡跌倒 那確定是骨折 那骨折就送到急診來 那本來已經在會骨科醫師 我會到一半 臨時就量不到這個血壓的狀況 那就趕快 他們就趕快把他掃超音波 說肚子裡面積了很多血水這樣子 這個阿婆她就有在吃這個 抗凝血的這個藥物 因為很多老人家 她的習慣就是說 我醫生開藥我就固定這樣吃 醫生叫藥 比如說三個月六個月要來回診 他也不要 就叫小孩子再拿藥這樣子 就一樣的藥 那所以大部分有的 醫生不刁難病人的話 他就照這樣開 可是這樣吃久了之後 有時候他的凝血機能 他沒有掌握得很好 藥物對他來講過量 就是說他的血不太會 變得本來他只是要讓他 不要有血栓產生 但是他現在變成藥過量 變成血不凝固 我重點是你可能剛開始嚴重的時候 吃著吃著可能這一兩個月改善了 結果他藥還是照樣這樣拿 並沒有回來回診 對 也許回診醫師說 你可以減半 對 可以調整換藥之類的 結果都太方便 反正活得好好的 就是又開三個月 就藥變成過量 對 那這個阿婆她就是變成 在急診已經當場要開刀前 就幫她測凝血 可是凝血時間真的過長 那問題凝血時間過長 一般我們可以不開刀 我們就等 可是問題是因為他發現 他肚子裡面積很多血水 他像 所以那個水龍頭一打開 他就不會止 你知道他不會止血 你還是得開進去 對 結果開進去的時候 肚皮一化開 本來化開旁邊燒一燒都可以止血 他一化開之後 他那個皮 像自來水這樣一直湧出來 那湧出來你是沒辦法止的 怎麼辦呢 拜託 那個我的助手跟護理人員 用手抓住肚皮來止血 我手趕快伸進去 去把那個皮脹 把它做一個止血壓迫的動作 可是這阿婆呢 進去裡面肚子的血 就大概 然後在這樣邊流邊輸邊灌 其實那個手術過程 大概有一萬兩千CC 其實我覺得阿婆本來是不會活的 但是很驚險的是 她在加護病房待了快一個月 最後還是有活下來 對 但是她這個就是 她自己凝血的這個東西不注意 她除了會有這個問題以外 凝血時間過長 你有可能突然間 在家裡就突然間 腦出血就中風 那瓜哥剛才講說 中風不會觸死 中風有一個地方會觸死 就是腦幹 對 對 在腦幹的話 它突然間出血 它就可以直接 就死掉了這樣子 對 這是很嚴重的中風 我說一般還是有機會 中風就 就刷解刷解 對 但是心臟的問題 你好像馬上就一定就刷起來 對 它的急迫性 的確是會比腦神經還要高 對 可是現在很多老人家 都有吃抗凝血肌 對 對不對 其實不只老人家 其實現在很多包括 因為現在高油高熱量 大家有高血脂的問題 對 那有時候高血脂的時候 就會造成心臟比較有酸塞 其實很多人就在吃抗凝血肌 那像美國人 他就常常自己私人在吃 自己在吃阿斯匹林的 那怎麼辦 那個其實也應該要 監測凝血時間 對不對 因為其實的確會有問題 像我其實有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外國人 他是被動脈酸塞 然後我就給他吃抗凝血 就一天一顆 一天兩顆 一天四顆 他還是沒有辦法到 吃到那麼多 我們的標準 可是我們亞洲人的體質 我們很容易就過量 很容易就出血 所以我們亞洲人的體質 跟外國人體質不一樣 所以抗凝血現在又做了 很多很多新的東西 新的劑量 新的劑型 然後是符合亞洲人的 所以我們比如說 我們在急性心肌肌 我們要打很多的抗凝血 給很多口服藥 我們的劑量就沒有外國人的劑量 就不是外國人的劑量 是不是我們隨時年齡 越來越大血 就越來越流不動對不對 除非你有 應該不只是血流中吧 你要出血或凝血 你身體會有一個平衡 一個平衡的機制 那隨著你老化的時候 你也比較容易 你也比較容易異常的凝固 也比較容易異常的不凝固 你的那個 對 所以你會變成就是說 為什麼老人家也比較容易 血栓性中風 也容易出血性中風 那個其實跟你的身體的調節能力 都變比較差 你的安全範圍變窄有關係 對 可是一般怎麼樣去減量血壓 不是要抽血 抽血測黏血時間 對 要抽血測黏血時間 我們有沒有做過這些 好像沒有 因為一般人是正常的 健檢會檢 一般健檢還是都有 大部分人沒有大的問題 只是說你如果有在吃這些 包括血栓藥的時候 或者是你真的有在吃一些魚油 我們最常見的是魚油 引起那個黏血時間延長 所以真的長期在吃還是要 一般護理師都會做問卷 都會問 說你們在吃阿斯匹里 做過什麼手術 所以做手術之前 也會做黏血檢測 因為那個外科醫師可能 劃下去就大出血 所以手術前一定會做這個檢查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大家其實會小看的就是氣喘 那有一天有一個30歲的女生 她其實我已經對她有印象了 因為她那個月 因為氣喘來到急診 已經是第四次了 她第二次的時候 我們就叫她住院 那她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她小時候本來就有氣喘 然後開始她偶爾會發作 然後她20歲就開始抽菸 她只要抽得胸氣 氣溫已變化的時候 她的氣喘就發作 結果那個月她已經來了第四次 第二次的時候我們就要住院 她也不願意住 我們還預防性給她開抗生素 結果到第四次的時候 我說這樣不行 那你不然你就是要戒嚴 那你一定要回胸腔內科去看 因為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是只有說急的時候 你才來急診 而且你如果一個月內 來急診 的次數越來越多 你離家務病房跟那個 距離越來近 對 往生次的距離 就越來越近 對 我就把它講得很重 因為她看起來不聽話 也沒有回門診 然後四次了太誇張 還在抽菸 結果第五次的時候 那個月的第五次 我記得就那天 計程車司機直接停在門口 然後計程車司機 很慌張地衝進來 說後面有一個女生很喘 結果我們去把那個門打開的時候 不是很喘 是已經黑了 對 就是這個女生 她已經沒有心跳沒有呼吸了 我們趕快把它拉出來 通常她有呼吸有心跳的話 計程車司機 還會在那邊等說你要給我錢 對 計程車司機 把她的包包丟到她身上就跑了 太可怕了 我們就趕快把它衝去急救這樣子 結果那時候就一壓 我們就要壓胸壓 壓幾下 她就開始有心跳了 所以她的問題在呼吸 那我們怎麼擠那個氧氣 怎麼擠都擠不進去 它整個就是好像裡面 塞起來這樣子 既然她不是坐救護車來 是坐計程車 對啊 怎麼算 她還可以跟司機說 請你載我到醫院 對 然後就在後面就黑掉了 對 然後那司機 黑掉之前還把窗戶搖下來 還 祝利路上還擠了一根 那時候就是趕快把它擠 然後擠不進去 然後所以就直接 就直接插管它進去 結果插進去的時候 我們把它接了那個呼吸器 機器一直叫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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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氣也打不進去 所以它裡面真的是擠起來 所以我們用了 大量的類固醇 然後濕氣管擴張劑 最後我用到強心 因為強心劑它作用 就是讓東西血管收縮 所以我讓裡面擠起來的東西 讓它比較腫脹可以收縮 所以讓那個黏膜可以比較 不要那麼腫脹讓那個氣體可以進去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在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這樣大量的用藥 一個小時之後 慢慢機器就不再叫了這樣子 那它就真的是送到家務病房 那時候請她家屬來的時候 她家屬說 而且她才30歲 因為大部分人都這樣覺得 可是其實我們在急診看很多 就是大部分都是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抽菸 然後後面就開始有這些問題 其實氣喘發作的時候很可怕 就像是有人拿枕頭壓在你 可是你推不掉 你推不掉 對 所以其實很苦很苦的 對 我跟氣喘很熟 為什麼 有 就是那個感覺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我以前讀書 好可怕 我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要上陽明山 然後他都是 整個車子都是人 然後我是那種被擠在門邊 不能動 然後就是在上山的過程 就一直繞繞繞 然後就開始投屋 然後也吸不到空氣 就缺氧 然後那時候你真的覺得 我要自吸了 就是怎麼求救都沒有辦法 然後溺水的感覺 結果我就一直撐到 門一開的時候 我一出去我就馬上 然後剛好我同學也在車上 就說你怎麼了 我說我吸不到空氣 然後就頭也看不太到前面 就是有一種眼花的感覺 我就說我要再包包 然後他們知道我有氣喘 就先幫我去按那個藥 那妳在車上為什麼拿不到 太擠 而且那個時候我已經頭暈了 然後我本來想說 我撐下車吸到 對 應該就沒事 結果我就倒下去 然後後來吸了之後 好一點 可是還是不舒服 我就去 醫院吸大台的 對 然後就呼吸得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氣喘很可怕 而且小時候 然後我媽就一直跟我講說 氣喘會死人 你看鄧麗君就是那樣 所以我小時候就一直覺得 氣喘是很危險很危險的病 如果她當下受不到那個怎麼辦 很可怕 那個真的 就沒有啦 就是因為忘了戴婦 真的會沒有 對 會被爬手爬掉了 爬手也很偶 拖到這種東西 所以那個隨時要背摺 不要太誇張 平常的時候 一定要做保養的動作 很多人都是就到急診 所以它就會越來越嚴重 而且會變成急診之有 對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急診 很多那種常常來氣喘 我們都會被他們的名字 跟喝酒的病人一樣都會 都認識 那妳現在好了嗎 我現在控制得還不錯 有一段時間 也一直在吸各種藥跟食藥 妳現在還有這樣嗎 現在就沒有 現在可能是 如果真的不小心發病了 再吸就好 因為我發現 吸酒的心臟其實是會 會跳很快 那個當下其實你可能也沒什麼選擇 因為你吸不到氣 大概就是很危險 對 那妳怎麼改善的 去運動 運動 然後妳要盡量避開一些 就是會誘發妳過敏 因為它是一種過敏 像那種有塵蠻的 空氣不好的地方都要避開 之前就是小時候 也是有很多過敏 像氣喘或是異味性皮膚炎 所以就也沒有特別去 覺得這件事情有很嚴重 然後有一次就長那個 很像蚊子咬的東西 就一兩一 對 蜘蛛症 然後一塊一塊的 然後想說那抓兩下 等一下就好了 結果突然 這個抓兩下要中間 因為就讓它慢慢 它就是來得快 可是它慢慢會消 但是後來就突然覺得 不是很舒服 然後就開始 呼吸越來越困難 我就想說那 我們還是去看一下醫生好了 結果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說就是 因為蜘蛛症是 你不知道它會長在哪裡 所以它長在這裡 然後 然後因為我還有什麼 神經性水腫 所以如果再晚一點 它再長大一點 就再見了 那一次之後醫生就說 你要不要做一下檢查 看你的過敏源 到底是什麼 所以後來就又花時間 去做這個檢查 檢查完之後 就只要又長一顆 兩顆蜘蛛症 就還是會去 就馬上去醫 那妳的算嚴重 妳像起來比較像什麼 吃花生 草莓過敏那種 突然種起來那種 對 然後是那時候我檢查出來 就是你永遠想不到 你的過敏 每個人都過敏源都不一樣 那妳有沒有試試看 拿玉米吃過 真的嗎 對啦 那個過敏源去扎在你的背上 然後看你的背有沒有 就是哪一個東西有反應 然後還有藥物測驗 就是因為像我有一種 抗生素會過敏 就是你 但是如果你沒有檢查 你不知道的話 你吃了你就 好危險喔 而且它過敏源會變來變去 所以有氣喘的 一定要定期的抽過敏 所以可能 玉米 玉米糖 爆米花 還好 怎樣都不是 真的... 你到電影院不敢吃爆米花 對不對 後來就是也是有運動 然後就是就慢慢 因為它也是會變 所以現在可以吃 對...現在沒那麼嚴重 那你現在變成什麼 現在的話就是 可能壓力吧 過敏源不會改變的嘛 田醫生會嗎 過敏源... 可是你可以做 就是譬如說我對這個東西 有過敏啊 我可以一點... 對 對 然後但是 當然這個前提之下 是你一開始的 對這個東西的過敏反應 沒有那麼強烈 如果你對這個過敏反應 很強烈 譬如說你吃了之後 就馬上休克的話 我們是不會叫你說 對這個東西做些比較反應 我看很多 蠻多電影小孩子 在外面遊玩 結果拿到什麼隔壁阿姨 拿東西給她吃 結果她對那個過敏 就不知道 對 喉嚨腫起來 對 因為這樣死亡的也蠻多的 有 而且那個的話 我們從嘴巴就沒辦法插管 那個就直接要先氣切 對 因為先救命再說 那很多電視機前面媽媽 到底對小孩要不去檢測過敏 原來你覺得 像我兒子也是常 是應該是 我兒子常常也會突然 就一點點灰塵 它對蕁麻疹全身發 可是我知道蕁麻疹我們也得過 但是不會喉嚨腫 都是這邊癢那邊癢 呼吸困難倒是少 而且沒有 它有的過敏反應 像瓜哥講的是只有喉頭 有的是形成支氣管筋鑽 它是整個下面的支氣管都會收縮 那個就算你做器器也沒有用 那怎麼搞 那個一定要用呼吸器 而且是打那種 就是有鎮壓的那一種 可是根本基本 你來不及 送不到醫院 對 所以會來不及 真的 你家裡發 一旦發 再叫做護車 這過程就已經有尾氣了 來不及 好危險啊 這個 所以我覺得爸爸媽媽 應該把小孩去檢測過敏 我兒子是沒檢測 因為他每次發 你還罵他 不是 我就說男孩子 他沒罵你們就不錯 這是你們給我的 沒有 沒什麼 你可以是不錯 你會跟他說男孩子以後 還要當兵 如果一點點灰塵 你全身起虛麻疹 你就覺得大驚小怪 你以後當兵怎麼辦 可是瓜哥說得對 是你們給他的 真的嗎 你基因給他的 就是他已經踩到爸爸不好的肌 他爸爸不是你找的嗎 對 然後他自己錯過了 不是錯過 他因為他的虛麻疹 看起來很不舒服 很癢 但是不會造成生命危險 在我們醫生來看 是覺得還OK 對 大家就是腰酸被動很常見 有一種背痛 他會從背後痛到前面 事實上這個痛是因為 他的主動脈破裂 或是他玻璃 就是裂開的意思 玻璃是個醫學的名字 他是裂開 所以造成一些劇烈的疼痛 這種痛其實很痛 在我們醫學上的分類 大概是 警示於女生的生產痛 那我遇過一個 就是一個病人 他還滿有趣 他很喜歡打麻將 打麻將一打就六七個小時 那常常就 坐到腰酸背痛 就有一次他打到一半的時候 就 他就說 背好痛 然後就 因為摸到太大的牌子 結果 陰過去以後 朋友就 就是叫他 然後說 結果也是一下就起來了 但是他就想要繼續再打 繼續打 可是他朋友就覺得說 你痛到都暈過去了 還要打 他就覺得 最後就堅持說要讓他去急診室 結果去急診室就是一檢查 主動脈已經破了一個東西 但是他這個運氣算很好 因為他就是破洞很小 所以肉是用 慢慢滲 慢慢滲 說他運氣很慢 我以為說他前面贏很多 我還不能收手啊 所以千萬不能離開 這種還算來得及救 然後我之前還有一個病人 他是已經也是在這個門診 確診 主動脈 都已經住院要做檢查 結果在預計要手術的前一天 他就去廁所上大號 一用意就爆掉 那那種爆掉 因為他一進去以後 大家就覺得奇怪說 怎麼去那麼久 沒有出來 進去看就已經死在裡面 那那種他破裂的話就是 那個就要叫運氣不好 就是他破是破很大的洞 那那個水龍頭一開很大的洞 那個血一下就流光了 血流不止 所以就算在醫院也會來不及 所以像這種被動的話就 就是千萬不能輕忽 我不要以為只是一般的腰痠 就是很不舒服的時候其實還是要 這個是很常會被忽略的 那還有一種主動脈疾病叫做 這個絆膜它正常人大概是2到2.5的平方公分 那如果小於0.8的時候 這個絆膜就有很高的機會 可能隨時就會關起來 然後人就會 就是它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 猝死的疾病 那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是 也是別人 這個別人院轉過來的 就是說這個瓣膜太小 大概只有0.7 就是要開刀 那就轉到我這邊來 那我跟他說你最要儘快助理 因為0.7其實蠻危險的 那他是一個木工 然後應該是還算做得不錯 他說 陳醫師我手上還有一些案子 我要把它結束 有結束完我就來開刀 他說給我兩個段時間 那我也不能強迫他 我說好啊 結果後來我的助理通知他的時候 就已經走了 過木工的過程中 就突然間就去死了 所以其實這些有時候 就是還是不能輕忽 像這種主動脈的 很常見在老人家 而且他可能譬如說我掃地 我挖個泥土而已 我這樣一挖一用力 然後你心臟需要 血液需要大量的循環的時候 就過不去了 然後就直接吐死 所以還是要趴死一點比較好 對 是 人家還是要趴死一點 就覺得我先走完這一趟 或開完這一趟 結果這一趟可能就回不來了 對 他可能沒想到 我這麼嚴重 我這邊在補充一個 很慘痛的案例 有一次我們在手急診的時候 他有一個58歲的男性 他是計程車司機 他跟朋友喝酒喝到一半 他也是就 他醒來之後他就一直抱怨說 痛到全身冒得胖 很像刀子割的那種 異常的疼痛 對 那1199車送來的時候 那個人目前還有心跳血壓 那趕快緊急幫他安排電腦斷層 那因為這種高危險的患者 我們都會陪同去做檢查 那一開始在檢查的時候 他還是一直抱怨很痛 然後大概進行少了大概一半 三分鐘左右 他突然都安靜都沒有講話 突然不抱怨 然後我回頭一看監視器 病人已經沒有心跳血壓 也是黑掉了 我們趕快把他從電腦斷層 是抬出來 然後家屬在後面 他護理師在前面推著床 我跪在床上一邊CDR 一邊移動 那整個過程其實是很驚險 而且這種病人來 因為他到院都還活著 還有心跳血壓 那突然猝死 這其實對我們在急救過程 壓力很大 如果說救不回來 家屬一定不能接受 還好經過急救 輸了大概 他還有蹭到那個開刀房 那我們趕快聯絡那個心臟外科 來修補血管 可是我們也都會跟家屬說 這種病人 就算你是在醫院現場破掉 被我們診斷出來 他的致死率還是很高 至少七八成以上 這個病人很可惜 後來開刀後 還是沒有辦法撐過來 還是在手術中就走了 所以這個問獎 他長期就是 那又有抽菸 他生活作息不正常 他也沒有穩定服藥 在控制血壓 這些都是這些主動脈 玻璃破裂的高風險的主群 要特別注意 我要先澄清 我兒子是我生的 因為他從小就是一點點痛 他就喜歡講得很嚴重 他每次跟我講 他痛的時候 我通常就會罵他 那他國中的時候 他有一天就跟我睡覺睡到半 他就晚上11點多說 媽媽 我聽到我心臟在滴水 我說回房間睡 然後第二天他又說 真的在滴水 我說我只知道冷氣會滴水 心臟不會滴水 我又把他罵回房間 他到第三天 我還是罵了他一頓 第四天我來工作的時候 我媽突然打給我說 你兒子現在很不舒服 我現在馬上把他送急診 然後到急診室之後 我媽才說 醫生說他是 要馬上做手術 手術 我想說慘了 他是跟我講 他滴水滴了三天 也被罵了三天 他還把他罵了一頓 我後來趕到急診室的時候 他是這邊一個管子 然後把裡面的水 讓他流到一個袋子 空氣 對 醫生就說 其實這個很嚴重 如果說沒有注意好 可能會致命 有些甚至在飛機上面 犯的話 他可能會一下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後來他在醫院 住了一個禮拜 對 那醫生就說 要不要做手術 他說手術就是在犯的機率 還是有 他說唯一就是說 讓他把自己吃胖一點 因為氣胸好像都是瘦的 然後青春期的時候容易犯 對 終於胖得有好處了 對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發現 有時候媽媽 可能你不知道的病因 你聽孩子在講 我覺得有時候 還是要重視這個問題 對 最嚴重的狀況就是 就是你那個肺已經縮起來了 空氣跑到外面 那些空氣繼續壓 就把你的心臟壓扁 就等於心臟不會跳 那他怎麼 他這個怎麼會有這種 所以是聽到滴水 是真的會這樣子嗎 有些小朋友 他會聽到那個 他以為是滴水聲音 可是那是 的聲音 是 它會有一些不舒服 那它可是一個 自發性氣胸 針對年輕男生瘦的人 最容易發生的經驗 它沒有什麼原因嗎 自發性的沒有什麼 特別的發生率很高 有時候跟肌肉運動 也是有點關係 或是有撞擊 我兒子那時候很瘦 他大概才50公斤吧 幾公分 那時候168左右 那真的有一點很瘦 然後他那時候在練那個 Breaking又一隻大量的 可能在跳舞過程當中有他 因為他有的時候要撐 歪 對 撕裂 對 然後手抓 對 謝謝 那我分享一個年輕女性的 一個急症 叫子宮外孕 那其實懷孕對大家來講 都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畢竟會發生到子宮外孕 子宮外孕的話就是 她著床的位置不是在子宮裡面 只要是在輸卵管 卵巢 或是在腹腔裡面 都叫做子宮外孕 那一般來講發生率的話 可能在正常懷孕的 大概1%到2 所以正常女性 沒有任何的病時 都有可能發生 那之前我們就碰到一個案例 是這樣 她20幾歲 第一胎懷孕 有驗到懷孕知道了 那也就不以為意 反規則產檢嘛 那還沒到產檢的時間 就有一天突然肚子非常的痛 那年輕女生有些比較能忍痛 她就沒有在意這樣子 一直到在家裡 暈倒之後 家人把她從那個家裡 叫救護車送來急診 那一驗發現她的血紅素的話 非常的低 大概只有3到4這樣子 那後來的話 肚子整個鼓起來 所以沒有辦法 那個急診室還是幫她 排一個電腦斷層 一看裡面全部都是血 全部都是血 那就緊急會診我們婦產科 然後掛血 然後就直接送到開刀房 那因為裡面都是血 我們也不太可能做腹腔鏡手術 直接就從上面這樣子把肚子打開 一條直的傷口 大概二十幾公分 一打開來什麼都看不見 裡面全部都是血塊跟鮮血 這樣爆出來 大概出血應該有 三千多CC以上 然後後來就是把整個血塊 清空清空清空 才看到在舒軟管的旁邊 就是有一個 那破掉了 那所以其實這種出血 一般是不會非常大量的 一下子出 它一定是忍耐忍耐忍耐 蠻久的那個血 慢慢一直腎一直腎 就造成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後來只好把他內側 已經破掉了 舒軟管拿掉 那術後也有跟大家講說 其實有這樣子腹腔的手術 其實另外一邊 發生沾黏的狀況也比較高 之後發生子宮外孕的風險 還是比一般的人要高 我們驗到懷孕 為什麼一直跟媽媽說 必須要 其實都是有意義的 我們必須要排除這樣子的情形 之前我去拔那個智齒的時候 就是我拔右邊的智齒 然後因為那個在拔的當下 其實我就已經跟醫生講說 我覺得那個麻醉藥 還沒有發酵 就是還在痛 然後醫生就說 那就再補一針就好啦 然後他就又再打了一針 然後拔完的當下 其實就是都很痛 就是一般人是差不多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是可以止血的 可是我當天止了三四個小時 我都很沒止血 而且我吃了止痛藥 完全沒 就是我覺得沒有效 我還是很痛很痛 而且我的臉持續一直腫痛 妳有吃抗凝血劑的藥嗎 沒有 然後我就吃藥用冰敷 然後可是都沒有效 結果殊不知睡一覺起來 我的臉腫了三倍大 我有照片可以看 天啊 臉腫了非常大 這已經不是含乳蛋了 對 然後我就趕快就送機 剛剛講子宮外孕 她是嘴巴外孕 我的嘴巴就是很像一個倉鼠 嘴巴真的很腫 而且我嘴巴是閉不起來 因為裡面整個都是腫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送急診之後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 妳這個再晚一點來 妳就直接開刀了 她說我已經是瘋狀病人了 對不對 然後我就住院 然後就吃藥加打抗生素這樣子 過了一個禮拜 然後我才好 對 因為顏面的感染 其實有些人也會很嚴重的病發症 很多都常見於一些牙科 一些素前素後的一些病發症 比如說它有長期的助牙 然後細菌從那個牙齒 破洞的地方跑進血管 然後就沿著血管跑全身 或者說有做一些局部的牙科的手術 有曝露一些血液 這個都很容易造成我們口腔 牙科一次碰到它也算倒楣 人體口腔的細菌其實是很多的 所以如果沒有適當的清潔 或術後沒有妥善的照顧 術口水的使用 其實都很容易細菌 跑到我們的顏面去 只是拔一個牙 難怪有些人說 自己不能一次拔四顆 要分開拔 那更慘 拔一次就這樣 還下次敢拔 那已經最後一顆了 好險 對啊 如果你是拔第一顆 對 我後面不敢拔了 對啊 腳網過正問題多 小心結局和你想的不一樣 外科 外科系最怕的就是說 病人一直要求要開 我們認為不適合開得到 這個最容易出問題 像我一個40多歲的一個 減重的一個病人 那他之前是90公斤 那開了所有手術之後 就瘦到50公斤 那腸到甜頭 那因為腸到甜頭之後 因為他自己的一些飲食上 生活作息上不注意 他有腹胖到60幾 那腹胖到60幾要來找我 那第一時間找我是說 他就要再做手術 我就說你要再做什麼手術 你不是說什麼腹胖到很誇張 你就是50你又增到60 你幹嘛再做手術 而且因為前一次幫他開刀的時候 就發現因為他以前有開過 婦產科的刀 還有曾經車禍過 腸子有受傷過 所以肚子裡面本來就 所以他的每一次開刀 就會增加一次他的風險性 所以我是說 你勸他就不要開 那你就是先從運動 你失調 那我問如果他 有的人他聽不太下去 他就為了那10公斤 非常非常執著 這個就沒辦法 後來就不見了 大概隔了差不多半年 他的家屬又說 就來要跟我要拷貝病 有說好啊 沒有問題啊 怎麼的這樣子 結果他說他在其他家醫院 去跟人家拗 人家真的幫他開 可是走掉了 就是因為後來我們去 為什麼要跟我拷貝病例 就是說因為他們要 所有的醫療的過程 然後要去跟對方要打官司這樣子 天啊 那這個東西其實後來 我們後來真的深入去了解就是說 因為其實現在微創手術 當然很發達 可是實際上來講就是說 有沒有經驗當然你有差 另外一個他的風險上 他變成說他那時候 幫他再開第二次的時候 開另外一種手術的時候 其實他 胃腸有滲漏 但是他們沒有發現到 他沒有發現到的時候 這個一直漏一直漏 就變成敗血症 你看他反應 你有什麼不舒服的肉 有的人就叫你再觀察 再觀察 可是再觀察 再觀察 有時候就已經在一直延誤病情 所以等到真的很嚴重 送急診的時候 敗血症就來不及了 對 的確 有時候你自己會覺得說 你有某些疾病 或者是你自己會診斷 但只有一個長輩 一個婆婆 她覺得說 她的下肢膝蓋 長期的疼痛 應該就是退化性關節炎 所以很多人說 退化性關節炎 要做什麼處理 她就去做 所以她那些婆婆團 在公園裡面 就跟她講說 有一位骨科醫師 她很厲害 你要不要去找她 她可以幫你 換掉之後 你就不用做這麼多了 不然的話 你這樣一直刺一直打 真的也不是個辦法 所以她就去找我 一個學長在南部 她就是跟她講說 你能不能幫我 把這個膝蓋換掉 換人工關節這樣子 然後聽說你換得很好 那我的學長就跟她講說 我不能幫你換 因為你不是退化性關節炎 你其實是 你長期使用了 類固醇下肢骨質疏鬆之後 無法支撐你的重量 所以你走久了 站久了 腳會痠痛 所以這個是你的原因 不是去做關節的更換 那婆婆就覺得說 不對啊 我明明就是退化性關節炎 不然我這一段時間 都在治療什麼東西 我就是退化性關節炎 是你不願意幫我做治療 你有點歧視我這樣子 所以她就去醫院投訴 說這個 為什麼 她不幫我做治療 她幫其他人都會治療 換關節 換得那麼好 那醫院就覺得說 不對啊 我們醫院不會做這種事情 醫師不會沒有不到的 所以就跟醫師討論 然後 礙於病人的憤怒 跟老闆的壓力 醫師只好妥協說好吧 那我就先幫你換 就換一個膝蓋 就先換右腳 這個部分 結果經過麻醉評估完之後 她就進去要去麻醉 然後幫她去做 手術還沒有結束完之前 麻醉科醫師 一瞬間就跟她講說 停止手術 病人病況不好了 不可以 馬上要做急救 不可以再手術下去了 然後就開始做急救 急救完之後 還是沒有清醒過來 送到了家務病房 傷口才把它封起來 還沒有完全手術完 就變植物人的一個狀況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婆婆是 一般我們的大腿骨裡面 應該是骨髓 但是嚴重骨質疏鬆的 大腿裡面是脂肪 所以當她在手術的時候 那個骨頭斷掉的時候 她的脂肪不小心 跑到血管裡面去了 那脂肪就因著血管跑到肺部 脂肪性的肺酸塞 導致她這個問題 然後所以因為她堅持 一定要手術 一定要做這個不該做的 手術的情況之下 她就變植物人了 醫師知道有風險 她在扭不過她 對 但是你開下去 沒成功 就是家裡會找你 就是很麻煩 是 像這種事情可以很小 像有一天有一個媽媽 就在急診的檢商那邊尖叫 因為她抱著她的小寶寶 然後那小寶寶應該還沒有遺睡 然後她跟小寶寶身上都是血 對 然後她就說你們趕快來資訊 你們到底在做什麼這樣子 一直很生氣這樣 我趕快衝出去 我還找出血點 後來發現其實就是 小朋友耳朵上有一個血管流 然後在噴血 所以其實只要 對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 其實這樣就好了 你們兩個人就不會看起來血淋淋 她也不會流那麼多血 這樣 結果媽媽就很生氣 妳是在教訓我嗎 我說等一下妳先掛完號 我再幫妳處理傷口這樣 我說妳先這樣壓著 結果她進來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她的故事 其實非常簡單 小朋友剛出生 很完美的一個小孩子 結果被發現有血管流 她這個媽媽很自責 然後就覺得 我是不是哪裡做錯了 老天懲罰我 為什麼要給我小孩一個血管流 所以她想到 我年輕的時候 我曾經這邊有一顆痣 我曾經把它 一挖掉就好了 然後就想說 我一定要拿掉 我覺得我很內疚 我覺得我這個小孩子 我一出生我就對不起他 所以她就趁他睡覺的時候 就把那個血管流 用 血管流是什麼 是血管 對 所以她就把它夾 她沒有夾完 結果那個裡面是大噴血 就一個一歲以前的小朋友 我們怎麼可能在急診 做這種手術 所以才不到一歲的小朋友 我們要給他全身麻醉 然後進開招房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怎麼做 我們只能把那個血管流給挖掉 而且還要挖掉 他旁邊的耳朵 因為他有可能已經往 觸角已經往旁邊長了 因為他現在在出血 所以他耳朵變成凹一個洞 那這個洞要等到他成長成熟了之後 才能去做整形 所以他就變成從 排不到一歲 他耳朵就有一個凹洞 缺一腳 有的小孩子小時候血管流 他到一定的年齡有的會消失掉 有時候朋友 所以不要急著就先去動他 該關心的就關心 所以喉嚨都腫起來 心臟都在滴水也不管他 這種小流你不用管 你就去挖他 真是太難拿捏了 其實最近在婦產科的部分 有一個分支叫做 女性私密的一個美學這樣子 對 那最近有蠻多人會接受 這樣子的一個諮詢 或者是手術 那有一次我的門診就遇到一個 大概47歲的一個美魔女來 那她來的話就是抱怨說 她坐立不安 坐立不安的狀況是這樣 她騎摩托車的時候就覺得 底下下面有東西鼓了一顆 讓她沒有辦法騎摩托車 尤其是一陣動到的時候就會痛 那另外她因為坐辦公桌的關係 她只要坐大概沒有超過半個小時 她就一定要起來動一下 底下就是覺得很緊不舒服 那要求我們說 可以幫她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處理 那一樣幫她做內診檢查發現 47歲可是她的那個外陰口 就是非常的窄 那大概頂多一個小指 進得去這樣子 底下就是看到有手術的傷痕 那我就問她說 妳這個應該是動過這個緊實手術 因為看得出來有傷口 她就說對 她做過 那我說那妳做了幾次這樣子 她說她三年內做了六次 三年內做了六次 那原因是這樣 她就是她的丈夫在外面有小三 那所以她就是做這個手術 希望能挽回丈夫 但是丈夫怎麼樣都是抱怨說 妳就是年紀到了 會有鬆弛這樣 她就會叫老公做大 很太小了吧 什麼是老公的問題 真的是叫老婆受罪的 是 所以但是那個太太就覺得 好像這樣子 好像自己好像有哪裡不如人這樣子 所以就一直去拜託 三年內做了六次 做到那個陰道口 真的就只有小指進得去 那底下的部分就變得硬邦邦 因為多次手術之後 它那個下面的傷口就是纖維化 所以我說妳這樣不會痛嗎 她說會 而且其實在跟老公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非常的不舒服 她說有沒有辦法再手術 我們把它切掉 把結痂組織切掉 我說再切下去 可能只有鉛筆進得去了這樣子 所以就沒有辦法再手術 那後來只能打一些消炎針 類固醇 讓她這個症狀改善 可是因為多次手術以後 其實這個症狀 大概就是會一輩子跟著她了 我們接下來看第三樣 病患無知好天真 慢性傷害比癌症還可怕 這是一個三十幾歲的一個工診師 那她就是寫程式 然後工作時間也很久 她常熬夜很辛苦 就在家裡面就突然就很喘 就被送到急診室 那急診室我沒檢查 其實這個很典型的 因為久坐 血液就不流通 所以腳的血管就產生了 靜脈產生這個酸塞 那這個酸塞它會 產生以後它會隨著血流 我們的靜脈血是要回到心臟 再回到肺 所以這酸塞就一路上來 上來之後到肺 先到心臟然後再跑到肺 就把肺給堵住了 堵住之後就產生這個 肺酸塞 然後肺酸塞之後 肺的壓力就會上升 那就沒辦法呼吸 呼吸困難 那這個手術我們就是 把這個用的管子 把它放到這個肺的血管裡面去 然後給它滴 血酸溶解劑 把它滴 把它溶解掉 可是溶解掉以後 這邊這個怎麼辦呢 這個還是會再上來 所以我們又在她的肚子 再放一個濾網 在那邊擋住它 讓它過不去到肺 那如果上來就濾網 把它抓著 擋住之後 腳的血管這個酸塞 我們再用吃藥 再把它溶掉 我們沒辦法一輩子靠濾網 它不能改善這個問題 所以它等到腳的血酸 都溶掉之後 還要再開製造 再把濾網拿出來 這個問題稍微解決掉之後 會不會三五年 它如果工作環境不冰 還會再產生 會 所以通常你得過一次這種 靜脈酸塞或肺酸塞的人 你以後再得的機會 是不是人 所以我們要徹底研究說 你為什麼會這樣 你原因要找出來 不是就照樣做 吃一樣的東西 過一樣生活 不能久做好了 這個其實也很常發生在醫院 因為他就不會下來 因為很痛嘛 結果不會下來的時候 結果腳就 靜脈酸塞 這樣 就變成還要再次抗凝劑 像他們外科的刀也是會這樣子 因為病人就躺床 不願意下來 是 其實因為剛才這個血酸產生 除了靜脈曲張以外 其實很大的原因 跟肥胖有關系 對 又是跟肥胖有關 對 其實已開發的國家 或發展中的國家 初估都是全國 大概都是每個國家 大概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是屬於肥胖的病的 然後其實它這些 就容易產生所謂 代謝性疾病 那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剛才從一開始討論 血液凝固的極性病 現在就是慢性 病胎性培胖 它是一個慢性 慢慢破壞你全身的狀況 像我一個30幾歲 那個BMI50的病人 像我BMI大概差不多27左右 那你看就等於兩隻我 一個男生 那他是我來看我的時候 是被家人壓著來的 因為他覺得他實在太胖 而且覺得他每天走路都 很奇怪 很緩慢 然後腳都越來越腫 呼吸越來越喘 那後來來 我就幫他抽血 就跟他說 開個抽血單給他 但是他非常非常抗拒 他就被他家人壓來 抽血單也開給他 不抽就是不抽就走了這樣子 那結果後來就是 因為他的家人是我老病人 癌症病人 所以每三個月會回診 後來三個月後再回診的時候 就說你後來那個 你另外那個親戚 後來到底回去 到底有沒有去抽血這樣 他就說 其實看完我的門診之後 大概一個多月後 他就猝死了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 這個是一個非常真實的案例 因為像剛才陳醫師講的 那些血栓 他其實只要打到他的心臟 他就可以臨時心肌梗塞 他這種病人 你那麼大隻 他在那邊平常就已經 因為呼吸睡眠中止 他要坐在那邊 是半睡覺的狀況 他臨時停掉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會發覺 對 對 對 所以等他們發覺的時候 就是這樣 整個都已經是沒有呼吸心跳 再送去CPI也來不及 因為整個那個狀況 你要建立什麼管路都很困難 其實有一點還蠻可貴 我跟我女兒在聊天 我說 小禎 你現在很多人在問我 我說你吃什麼東西減肥 我說你都在運動 每個都真的很失望你 因為大家都不想要你 不想動 太累了 然後我說小禎 一定有很多人找你帶 他說很多啊 那你為什麼 他說我少賺幾千萬 我說因為我是真的靠運動 我沒有在吃運動 我沒辦法去推薦你吃 那我說爸爸去做 因為你滷維他命吃不死人嘛 你吃了吃 我就靠這個吃了 你相不相信 多少人開心了 對 原來女兒是靠這個 那我有機會啊 你跟他講 一個禮拜五天運動 他 真的 很多人問我這樣 他都搖頭走 都好吃 我突然想 我現在隨便拿什麼東西 大家都相信了 真的 對不對 又吃不死了 你也可以運動 那你說不下來 你一定沒有徵兆這個 他自己摸摸鼻子就走了 瓜哥剛剛講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健康的部分 很多是有一些 很大部分是要自己掌握的 那我們現在分享這個 慢性疾病有很多人就是 因為他慢性 不會立即性地造成危險 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他 雖然醫師都有在叮嚀 但是他就是可能聽到 但是沒有辦法遵從醫主 那之前的話就是遇到一個 大概四十多歲的一個女性 她是在家裡暈倒 然後直接從救護車送過來 送來的話就是反正臉色蒼白 在到院前就沒有呼吸心跳 所以在當場就急救 急救的時候幫他抽血 發現他的血紅素只有2.7 只有2.7 所以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一個貧血 那幫他掃了一個電腦斷層 看起來就是子宮變大的 一個狀況 所以會成婦產科醫師 那我們看到的話 其實他就是一個 子宮肌腺症 壓迫到兩側輸尿管 他有一點輕微的水腎 那那個時候抽血看起來 腎臟功能也不是太理想 那後來好不容易病人救回來 在加護病房住了大概接近10天之後 回到病房 我就詢問他這樣的狀況 他說以前醫師有跟他講過 他有子宮肌腺症的情形 那我說那你有沒有 驚血量大的狀況 他說不會 他從年輕的時候 就是一直就這樣正常來 他也不覺得有什麼貧血 而且月經來不是本來 女性就會貧血嗎 他說這不是正常的嗎 但其實他每一次來的時候 都是有大量的血塊 而且臉色蒼白這樣子 他也覺得自己這樣子 白白的比較漂亮 那其實整個血球根本就是不夠的 所以是處於長期一個 慢性貧血的狀況 那再加上這次來月經 又來得比較大量 那時間又拉得比較長 造成他這樣子一個非常 出血非常大的一個行星 然後暈倒在家裡 所以後來好不容易救回來了之後 就必須跟他討論說 這個疾病要如何處理 那最後當然是必須把 子宮要拿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是他就沒有想到說 原來這樣子慢性的疾病 會造成這麼嚴重的一個後悶 對 你常常看我們節目就知道 其實人體的結構太細微了 你看我們有血壓 血管的問題 甚至腦部的問題 腎臟 肝臟 胃臟 胃臟 還有各種問題 對 還有什麼胸部的問題 還有肌肉的問題 太多毛病了 你顧得了 顧不了 但是要不要顧 一定要顧 所以不要把癌症 當作是第一優勢 其他你看今天談到的疾病 雖然不是癌症可能 光就肥胖 也不能小看它 對 我有什麼資格這樣講 但是 你在運動的 我在運動嗎 你在運動的 我現在都是肌肉對不對 早上還是跑步 對 今天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輕忽致命的疾病 平常就該關心自己的身體 別讓小問題變致命的問題 謝謝 謝謝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